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华山的暴力对决 最大方就是咱们最近 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暴力的 试图双龙攻 那关键方这边是 震宝阁核战队 又带了一个魔王寨 应该是阿海指挥的 之前跟大家说过 是一个主播 阿海指挥的 不是震宝阁的专业指挥 那关键方这边上的阵容 是一个 韩斯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神木加魔王 看了一把阴阵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 武装冠的单锋 配合着试图双龙攻的组合 一手虎阵 被关键方阴阵小克了5%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对面这个试图 伤害一直非常的爆炸 之前对战方是赢过猴哥 赢过雪山的复战队 所以给人呈现出来的 那个效果是非常的暴力的 这才仅仅第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观战宫这边 已经是血量被压下来了 尤其是两个法系的血量 被压的比较的低 虽然观战宫这边的指挥 不是专专业的指挥 但是 你毕竟是赢宝哥的号 人物的抗性 装备 这个东西是 没法去改变 就看阿凯能发挥出 赢宝哥这个团队 几成的实力了 一把金剑 对面早早的 也是给自己的师傅 打伤了一把天地捅兽 不想让观战宫这边来控制 让师傅能够顺利的出手 再加上观战宫这边 他本身是一个双法系的套路 只能依赖前排的宝宝去压制 不过话说 宝哥的善恶比较多 他这种善恶也多 你只要玩天地的话 对面 也难受 也难受 不过看一下观战宫这边是 避来利劈开场的 避来利劈开场的 那好像对战方还好吧 第一回合我也没注意啊 那其实还好呀 日夜乾坤 化身色 再回口 观战宫这边 局势还稳得住 有罗汉的情况下 两个龙宫也就那样吧 给到观战宫的压力也一般 主要是前排的宝宝 这配合这个暴力的师傅 再加上 两个龙宫对于观战宫这边 宝宝的一个消耗能力 可能会有些强 他话说回来 观战宫这 观战宫这俩法系 也不是吃素的呀 龙宫 卷起来 宝宝再配一个 能秒到宝宝 两千血左右 两个就是四千 再配合师傅 确实挺高 对观战宫时不时还要过来点杀一下 一手阴阵 也是让观战宫这边拿到了分析的一二速 所以控制力 会非常的强 助天干活 再给师傅补一手 下回合再给师傅加上一把金刚 由于对面一直在打这么一个暴力的伤害 所以观战宫这边的愤怒是不缺的 金金罗汉 基本上是可以实现一个不阶段 全程有 诶 对面化真死 不行啊 闪爆 还是想继续压观战宫这边的神魔 笑一下 罗汉接着干 刚才说过这罗汉金金基本上是不会断 卡克达金 势托飞起来 这把金刚没补上 对面化身死 嗯 被笑中了 对战方的罗汉没放出来 细节到位 诶 观战宫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啊 魔王倒地 其他人的血量也比较的低啊 诶 诶 注意一下血量 你别被对面一波面伤给打飞了 感觉对战宫有点小残暴 有那种温水煮青蛙的味道 啊 就是这个尸驼的伤害很爆炸 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两个龙宫 有点那个温水煮青蛙的味道 就你看它伤害不起眼 有的时候秒你个八九百 有的时候也就秒你个一千出头 但是就这么一点一点 你看观战宫血量已经是 都成思绪状态了 这个温水煮青蛙啊 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 你就有点招架不住的 这个太吓人了 赶紧一个跨身色卡个大药 疯狂卡药 所以观战宫这边也注意 给自己人物单位去卡药 你真要是在这种地方翻车了 也难受的呀 对面晚上还不得吃顿脚的 天地同手 对面武装也来天地了 反正没速度啊 没速度 你说你想控制一下人 只能用天地了 尸陀继续飞起来 贴宝货 宝宝神药 再贴宝货 来回贴宝货 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四千四 再来一个小四海 两个龙公再秒过来 观察房前排神木 还有那么一丝丝小风险 哎呀 163 再来 哎呀 神木倒地 魔王倒地 孩子飞掉 观察房开始控龙公了 这这这受不了了 咋就跑了呢 不是怎么就跑了呢 天地继续 给尸陀林打上 好像宝宝跑了 是会给尸陀加伤害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会给尸陀加伤害 尸陀那边 再补一个宝宝 下一回合 刚好用 那个好像是甘胆金脉的效果吧 我记得没错 是应该是甘胆金脉 咱们看一下对面 是和这波飞过来的一个伤害 当你没有召唤兽 在场时 召唤兽会使你 下次应急伤害 提高15% 啊 就这个 五千三 四千 哦呦 你别说 对面真不是吃素的呀 对象风这手天地统兽玩的到位 龙宝 卷起来 后拍魔王倒地 哎呦 对面另外一个龙宝 幸亏没能出手呀 不然关键方这盘丝和化生丝 稍微抱一下就没了 盯着化生丝套 化生丝赶紧一手零元推 这比赛神医谁说还真不一定 对面展现出来的实力啊 非同一般呀 哎呦 下回合石头又能飞了 魔镜孩子能不能给他带走了 日月乾坤 套化生 寒气默默 空龙弓 可以 能缓一下 试一下 这样令奇再给石头补上 魔镜夹起 这一波飞下来 化生丝贴下保护吧 用宝宝 化生丝不倒 一切就没什么问题 宝宝双神 盘丝倒了 化生没人去贴宝贴 宝宝贴一下呀 对面 飞了一段 龙弓卷过来 化生死 哎呦 耐扛呀 舍起来啊 赶紧来一手舍身取叶 舍身取叶 差一点点 弹丝封重对面 龙弓太关键了 不然化生死倒地 这比赛 观众直接就崩了 至于前排宝宝齐全 对面 施国双龙弓 你宝宝齐全 对面还真不在乎 一会儿就给你清干了 那个清宝不能力 是相当的强 阿海啊 阿海绝对可以 让珍宝格的号 自将武断了 绝对做得到 不过对战防打得也确实好 确实好 那化生死稳住了 对面的机会就不会太大 龙弓继续弃龙战鱼 对面还是要打天地 没天地的话 这施陀跟龙弓 他不好出手啊 最起码给尸陀 来一个天地吧 那以后 观众不给你打天地的机会 解开尸陀 先变身 观众这边血量 已经是彻底恢复过来了 三公队打的就是 前期的压制嘛 越往后拖的话 越不好打 越往后拖 越不好打 尤其是对面 他没速度 观众这边是一个一二速 再笑一笑 现在观众就是两个风险 续续地给对面压力 两个法系的叔叔 大家都看得到 那是相当的恐怖 这个魔王加神木 都很高 魔王我不知道是哪个福气的 再飞两个宝宝 再飞两个宝宝 没罗汉啊 没罗汉可不好靠 对赶紧把罗汉盖上 进聊 怪党方要压对面的 服装罐了 舍身取一夜 再换一个魔晶孩子 武装罐 没了 还有一手魔王 武装罐没了 那这样比赛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这样比赛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其实就那一波 对赶紧秒死化身死 对赶紧基本是拿下 秒不死化身死 对面基本就输了 三个队节奏被缓下了 对面最近碰到的团队 都是一些顶尖团队 当然这些顶尖团队 他们的指挥都 都是一些主播呀 或者是一些老板 就偏娱乐的在玩 不过呢 对面能打出这样的效果 已经很不错 你要知道他毕竟是豪门的硬件 硬件摆在那 观察方也难受 你就带法方灵士带的多了的话 对面师傅的伤害会比较的爆炸 你带血防灵士 不带法方灵士 对面两个龙弓 也会秒穿你的 所以你怎么带 都难受 硬件强大 硬件强大 对面已经没了 武装救不起来 再加上双法系的 这个清场能力 也比较的强 最佳方换出一个地厅来 换金术 防一手 对面这个地厅是有东西的 可不是一般的地厅 基本上 有那种豪门地厅的味道 当然不加占地 啥也不是 再强的地厅 你如果没有占地 这样令起这一类的东西 也没用 太喜欢推展方 这个时刻 昨天做的那场 飞雪山的时候 也是五六千 五六千的飞 很恐怖 你别看 观众方血量也残了 但是对面是大事也去了 观众方这个残血 也不足为道 不足为道 不足为道 这个跟前期的那种残血不一样 前期观众方也血量特别残 但是那个时候对面还有战斗力 咱现在对面没战斗力 两个龙龙全部倒地 剩下最后一个化身死 静疗接着给化身死 跑了 不玩了 不容易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好了 请三迭 拜拜